从高捷柜台递出一张价目表 上面有餐券还有电影票 密密麻麻的项目 价格还更优惠 没看错 高捷柜台也卖起电影票 从后地来以后 当然直接在那边 可以直接买的话 倒是最方便 上面价钱看起来也比较划算 就当然会想要买 比较优惠的话就会特地 高捷的隐藏版服务 这里卖的电影票跟餐券 比原价还便宜 让网友惊叹 原来高捷才有被结束了 占物人员执勤 还要接卖这个 以后卖咖啡也不奇怪了 车厢广播四种语言 台北捷运预计六月底 完成全线117个车站 日韩语道占广播 但高捷不跟进 维持国音台客四种语言 平常国外的领域很少 其实这样没有必要 因为听得懂就会比较友善 台湾音箱就会变得比较好 我觉得应该是全部的载都要有 去国外的时候也会希望有一些翻译 其中英文应该以足复让外国旅客通用 高捷公司会是后续旅客组成特性 考量是否逐步扩展 目前高捷认为英文就足够旅客使用 在美丽岛站高雄车站和左营站 三个转程站增加日语广播 方便日本旅客 未来将是状况扩展 让语言带动观光才能滚动高捷的载客率 记得刘世之金线中林智慧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